我說這個是美國的主流媒體夥童科技寡頭 一起還有那些腐敗的政客一起發動的一場政變 變相的政變 89年六四民運時被捕 現旅居美國的作家李傑表示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自始至終沒有承認过拜登当選 他認為这是民主黨预留后路 与政變失败的拜登阵营做切割 有人將2020美國大選比喻為是南北戰爭後的又一場內戰 他認為這更像是當代的獨立戰爭 也可比為第二場十月革命 是由共產黨陣營在美國掀起的政協大戰 醞釀許久 為什麼說醞釀已久呢 這個事就是什麼呢 在那個所謂全球化浪潮的這個推動下 形成了一個全球性的國際共同利益集團 就是無論是美國的中國的歐洲的 甚至包括在香港甚至滲透到台灣裡面的這種紅色勢力 他們全部都是有關聯的 他們已經連接成了一個共同體 李傑指出這個利益共同體 在文化政治金融科技等各方面無孔不入 在這樣的局面下 全世界所有人都被捲入了這場較量中 這次大選舞弊嚴重也意味著正義和邪惡兩股勢力的決戰 美國著名大律師鮑爾公開點名中共捲入Dominion選舉投票系統 涉嫌的篡改選票 左行主流媒體卻盡全力封殺信息流通 這將是左媒的最後一個冬天 李哲表示雖然美國大選是主戰場 但卻關乎著全世界每一個人對普世價值與自由的捍衛表態 在邪惡和正義之間選擇沒有中間立場 新桃上記者梁珍彰香港報導 歷史的剖評